我对不起,你是谁? 我是首席 如果我失去我的航空 你们们都在乘了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紧张时刻 2019年3月3日 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校长康托尔 来到法学院大门楼前 等待司机开车将其送往纽瓦克机场出差 就在司机将车靠边时 由于后车门被路边的积雪挡住 司机将车尽量往前停靠 却突然撞到正停靠在路边的 罗格斯大学校警局的警车 车内的警员感受到一阵剧烈摇晃 随后下车让司机和康托尔待在原地 等待事故的处理 我们看到 这位便是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的校长康托尔 此时康托尔对警员让其原地等待的决定 十分不满 这位便是罗格斯大学纽瓦克 康托尔认为自己的车辆 并未对警车造成明显的损害 因此可以直接将自己放行 面对警员的一再坚持 康托尔直接威胁到 如果因为你们导致我误机的话 你们就玩完了 这位是接康托尔去机场的司机 车达尔 此时康托尔校长的两名助理也赶到了现场 直接让警员放行 并且还质问警员 你知道他是校长吗 我们看到 与此同时 另一名校警也抵达现场进行支援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执法记录仪 哎呀就在支援警员问康托尔你是谁 眼前这两位女士一口同声道 这可是校长 谁知警员来了句 呃不认识 这位便是案发时坐在警车内的警员 就给我五分钟 她是 literally driving right here 她会把这些开放在五分钟 没有, she won't 没有, she won't it won't be five minutes it won't okay, but I need to make I need to make notification she's not allowed to leave right now because she was in the vehicle when this occurred I actually was not I was standing right here okay who's the she? who's on their way? my sergeant and my lieutenant they're not going to be here they're going to be here they're on their way they're driving here right now sergeant will stand and who's up here lieutenant Jack from headquarter from headquarter oh, probably five blue street I just have to make notification of what occurred and that's what I'm doing well, you can do that take a picture and let her go she's on her university business would you do this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 no you wouldn't 哎呀,校长助理 此时质问警员 如果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 美国总统 你还会让他在这等吗 你这言外之意 难道是 只要谁有权 谁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吗 no, you wouldn't would you do this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 no you wouldn't no, you wouldn't we have to do what we have to do we have to do our job just like you have to do your job no, you have to be thoughtful about doing your job okay, okay not just, you know, following the road 此时校长助理再出金句 你们警员在执法时 要懂得全面思考 随机应变 而不是死机应备 不懂得变通 此时支援警员表示 他完全支持同伴的做法 按照正常的执法程序 哪怕是轻微的交通事故 也要全面搜集信息 等待督导的到来 此时身穿红色衣服的校长助理 告知警员 他刚刚和警督乔丹通过电话 乔丹马上就会联系你的 观众朋友们 眼前的这位校长助理 再次对警员尊尊教导 你其他情况可以按照你的程序走 但今天这个情况就不可以 你必须得认清你眼前的这个人是谁 总之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那就是校长助理认为 康托尔校长的身份与众不同 应当得到警员特殊的照顾 警督导指示 警员向司机搜集相关信息 随后准备放行 警员向司机搜集相关 警员向司机搜集相关 和警员向司机搜集相关 我不是不能回应 我说 quatre 放cion 我们没关系 所以他们不能等我的 空 我们看到都道也是在不断催促警员让其赶紧放行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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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在结尾校长助理继续教导警员 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要先打电话问问你的领导 看看到底是按正常程序走还是该特殊对待 最终在获得了驾驶员的相关信息后 康托尔校长重新坐进车内赶往机场 根据维基百科显示 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 康托尔因其对理解个人如何感知和思考他们的社会世界 追求个人目标 以及他们如何调节自己的行为 以适应生活中最具挑战性的社会环境的学术贡献而受到认可 康托尔在2001年至2004年期间 曾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第一位女校长 康托尔在2004至2013年在雪城大学担任了近10年的校长 康托尔于2014年开始担任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校长 根据学校的公开数据显示 康托尔在2018年的年收入为41.7万美元的基础薪水 加上5.6万美元的奖金 在案发的三个月后 也就是2019年的6月份 当地媒体向警局申请 并获得了3月份康托尔和警员交涉的执法纪录仪视频 该段视频一经公开 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最终迫于舆论的压力 康托尔向校警局写了一封道歉书 我对我当时的反应抱以诚挚的歉意 我清晰地意识到那天早上我表现得很不好 我非常尊重罗格斯大学校警局 我非常感激我们的警员 每天为确保我们校园和社区安全所做的工作 校警局局长约翰 在收到校长康托尔的道歉信后 也第一时间回复 我感谢康托尔校长抽出时间来 回顾执法纪录仪的视频 我和校警局都感谢康托尔所说的话 和所给予的支持 我们期待与罗格斯纽瓦克校长办公室 继续保持积极的工作关系 而罗格斯大学主校区 新布朗斯维克的发言人说到 康托尔做错了事情 他已经主动道歉了 并且警局也接受了他的道歉 这就足矣了 康托尔此后未受到任何处罚 目前仍然担任 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校长 最后欢迎大家多多订阅 打开小铃铛 加入频道会员 提前收看作品 了解幕后花絮 和我充分互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